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距越大吧 我就觉得可能挑战性越大 那如果就差距很大 它跟我差距很大 但它那么可信 生活当中我们能看到能感知到的 那这个对我来说创作冲动就很大 就我要去找它 我找生活当中的人 就是最初我的第一个电视剧叫《历史的天空》 大家通过那个戏来认识我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不到三十岁 但是剧中我要从二十多岁演到五十多岁 那个人物叫望谷碑 然后不够老 怎么办 除了妆容之外 你包括头发 那么发型师是要用那个打包剪子 进到你头发里 给你剪得很稀少 没关系 来吧 剪吧 不在意 你不会想到自己的颜值 不会想到就一切靠近人物 贴近人物就好 就是对所谓的美丑的概念 其实没有那么强 反倒是对戏剧人物的贴近 比较重视 那么再过一个阶段 这种东西显然是不流行 我觉得这么长时间 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流量 颜值 当然我颜值也不差 但实际上就是说 就是这个影响会很大 那个时候 可能我们专业学表演的 经过了一段实践之后 刚刚趋于成熟 找到这个塑造人物的方式方法 这个时候突然不香了 有现在的网络词 不香了 那么变成了另外的 完全不符合戏剧规律的 不符合这个人物的 只要有颜值 只要有流量 就会受欢迎 那么各个平台 我觉得也会是这样的一个 至少有追逐的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迷茫 比较困惑 但是我觉得没有错 因为这是一个市场经济 包括平台的才买才购 我觉得它首先是市场经济 要有效益 但是我觉得对行业是不是有好处 在那个阶段我困惑过 但是现在我觉得又回来了 又回头往回走了 而且它一定是迂回式的前景 当你往回走的时候 那个丑也变得非常有质感 它跟前面的丑不同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光影各方面的整个行业各方面还是在进步的 它就是一个迂回前进的东西 你要说变化就是这个变化 那我希望有一天 就是这个市场又要有颜值 有喜欢颜值的 去喜欢颜值 对吧 我觉得没有错 但是不要丢掉本 本就是要尊重戏剧 要尊重演员 要尊重演员这个行业的这个东西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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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说那个话 你有了演 有了演技 有了流量 是理所当然的 就首先我的职业是演员 那你就要在这个演员这个行业里面 要是一个专业者 对吧 要具备这个最起码的这种基本功 这个所谓的演技 我觉得分成两个层面 一个是基础层面 要具备 一个是对世界的认知 你的选择层面 对吧 我是觉得就是 首先要这方面让人家幸福 那么你才有可能塑造的人物 才会真实可信 那么才会去 让观众可以感受到 这个故事之美 角色之美 人性之美 是吧 其实文艺作品 不管哪个国度 它都是要弘扬人性的真善美的 我们老师也讲过 做好演员 先做好人 戏如其人 文艺工作者 或者是有影响力的演员 他塑造的角色 还有一点 就是他要有引领作用 因为我觉得不能光去追逐市场 我觉得市场 大家在现阶段工作压力大 喜欢轻松的 但是我觉得文艺作品不能失去了 这个引导作用 我觉得还是说要有一些 一些自己的想法 自己世界观成熟以后 把这些好的正能量的作品 放到作品和人物里面 去影响和引导 观众 他们在现阶段可能会比较喜欢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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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会长 他们会从18岁长到28岁 长到38岁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能给他什么 给他成长什么 这是我们 这一代成熟的文艺工作者 应该具备的责任 应该具备的责任 现在真的 理想主义消失 剩下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我觉得应该呼唤一下 每一行业 你既然热爱它 你就应该对这个行业 有自己的理想 我就是所有没演过的角色 我都有兴趣 我觉得 演员之所以这个行业好玩 就是有太多的人物 可以去塑造 我觉得只要有代表性的 能够让人受到启发 启迪 让人感受到心灵 感受到人性之美 我觉得都有价值 都让我有兴趣去塑造 我觉得未来的中国市场 一定会百花启发 这是我的判断 因为这些文艺创作者 他们慢慢地大浪淘杀 有一些沉淀下来的一些创作者 他们一定会知道 哪些对社会是有更好的作用 更起到这种共情 能够有社会效应的这种戏剧 他一定会在寻找 那这个东西可能存在于各种类型当中 类型肯定是不是局限性的 你也不能说 我是特别特别担心 就是一窝蜂的 而一窝蜂的话 我是觉得是不能算是一个好的现象 我觉得一定是百花启放的 我觉得一定是百花启放的 那这个东西还是一窝蜂的 很高的